当年霍文西未婚怀孕,想要打掉孩子,谢霆锋说,把孩子生下来,我给他当爹,照顾你们母女一辈子。 两人之间开始了长久的陪伴互相扶持,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就超越了普通朋友,是亲密挚友,更是家人。 更是有人说,霍文西的女儿越长越像谢霆锋,大家都知道谢霆锋与张伯芝有两个儿子,但从来没听说她有女儿。 谢霆锋在公开场合表示,自己有女儿,而且不止一次地对外公开这样说,是王妃的女儿李嫣,还是经纪人霍文西的私生女,这背后又是怎么回事。 谁能想到她女儿都这么大了,说到娱乐圈知名经纪人,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谁呢? 是最会营销的杨天真,还是资历最老的王金花,在我心中,有个人也必须榜上有名,她就是颜值和明星不相上下的霍文西。 要知道,霍文西自1993年就开始当经纪人,至今已29年,不少我们熟知的香港艺人,谢霆锋,Twins,荣祖儿,陈伟婷等都是她带的,可以说是个能力十足的女强人。 只不过女强人嘛,通常感情都比较坎坷,霍文西也不例外。 就在前几日,已经定居北京的霍文西,突然罕见地晒出和女儿亨妮的合照。 不知不觉间,亨妮已经11岁了,照片中的她有着和妈妈一样的大长腿,虽然看不到正面,但相信有优良金加持,未来必定是个美女。 诶,等等,是不是印象中没听过霍文西结了婚,怎么女儿都长这么大了? 其实,这和霍文西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。 择日不如撞日,今天就来给大家开发一下女强人的精彩人生。 1972年,霍文西和双胞胎妹妹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家庭里,就在她们出生后没多久,父亲就当起了甩手掌柜,跑路了。 看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女儿,霍妈妈咬了咬牙,决定自己撑起一片天。 看着妈妈日夜操劳,懂事的霍文西也早早学会了独立。 好在上天待她不薄,给了她漂亮的容貌和聪明的脑瓜子,来品一品霍文西18岁时的照片,放到今时今日,也是能随未出道的那种。 如此美貌,不进娱乐圈,真是浪费了。 估计当时星探也是这么想的,所以一眼相中了她。 于是乎,14岁的霍文西受邀参加了电影《七兄弟》的拍摄,演的还是大美人林青霞的童年的角色。 拍摄结束后,霍文西又继续回到学校完成学业。 但由于家里实在太拮据了,为了分担妈妈的重担,中学毕业后,霍文西决定辍学打工养家。 而腹白貌美,身材高挑的她,当模特是再合适不过了。 只不过呢,模特毕竟不是天天都有活儿,所以有时候霍文西也会去当售货员卖货。 短短几年时间,拼命三娘的霍文西就拍了50多个广告。 尽管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,可是头脑清醒的她却觉得,当模特虽然来钱快,但毕竟是晚青春饭,找的机会就得转。 期间她报名过TVB的艺人培训班,参加歌手选拔,无奈通通落选。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,她意外发现自己一项独特技能。 事情源于在一次洗发水广告选角上,这个广告商想要找一对双胞胎姐妹来拍,前前后后已经找了150对都觉得不合适。 最后找到了霍文西和她妹妹,再看到姐妹俩的第一眼,广告商就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 只不过商家嘛,总是想着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,所以开价特别低。 瞬间就想明白自己价值的霍文西,当机立断地说道, 既然你们已经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,到最后还是要找回我们,不如加点钱,我们也会尽力拍好。 广告商觉得霍文西说得在理,便点头答应了。 经过这次讨价还价,霍文西觉得自己很有当经纪人的天分,日后用在给一人商务谈判上正合适。 于是乎便朝着这个目标迸发。 1993年,霍文西进入了一家电视制作公司,开始接触经纪人行业。 虽然只是一个新人,但霍文西的能力很快传到一个人的耳中, 他就是非独娱乐的少当家叶崇仁。 叶崇仁觉得霍文西能干又漂亮,更是个可造之才,便把他挖到自己公司。 而霍文西不知道的是,命运的巨轮已经开始转动。 1988年年底,正值叶崇文与吴启力分手后的痛苦期。 那个阶段,叶崇文天天借酒精麻醉自己,很不幸意外悄然而至。 因为酒后还开车,叶崇仁出了严重的车祸,人没了。 叶崇仁的去世给了当爸的叶志明致命而又沉重的打击,连事业都无心经营下去。 下风此时,杨寿成想要大展宏图,便买下了飞途娱乐。 就这样辗转之下,霍文西的老板变成了英皇集团的掌舵人杨寿成。 不知是不是想考验一下他的能力,杨寿成第一个安排给霍文西负责的一人, 近视正值叛逆期的谢霆锋。 那一年,霍文西也才23岁,第一次和霍文西见面,谢霆锋就发出灵魂拷问, 你入行多久了? 当听到三年的回答后,谢霆锋一脸不屑地回嘴道, 我今年16岁,入行已经16年了。 这话倒不假,毕竟谢霆锋的老爸是谢贤,老妈是迪波拉, 从小就活在聚光灯下。 起初对着这个不服管教的少年,霍文西也十分头疼, 但渐渐地,他发现到谢霆锋身上一个不为人知的优点, 有音乐才华,希望向世人证明自己。 只可惜因为新二代的身份,观众总是对谢霆锋十分抵触。 于是乎,霍文西总是在谢霆锋表演结束, 回到后台时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,鼓励他坚持下去, 又在谢霆锋陷入迷茫时,平和地给他建议。 与其说是谢霆锋的经纪人,霍文西更像是一个用赤诚和耐心对待他的大姐姐。 1999年,谢霆锋用一手《谢谢你的爱》1999向世人证明了自己, 外人终于记住了谢霆锋这个名字,而不是谢行的儿子, 同时还把他看作是四大天王接班人, 一时间可谓前途无量,未来可期。 只是没想到,不到三年的时间, 谢霆锋因为闯祸,让自己刚刚冉冉升起的事业,又陷入了危机。 而这一次,霍文西还是一如既往地冲到最前面。 这天,谢霆锋为了躲避狗仔的跟踪, 一脚油门撞上了路边的花坛。 出事后,谢霆锋立即给霍文西打了电话。 挂了电话后,没等警察到场,谢霆锋就迅速溜了。 而另一边乡的霍文西则立刻安排了公司的司机去顶替, 这就是当年轰动香港的顶包案。 如此拙劣的伎俩,自然逃脱不了警方的法眼。 最终,谢霆锋因此被判拘留14天, 接受社会服务令240小时。 谢霆锋的形象瞬间跌入谷底, 还被评为2002年封印人物之首及最负面人物。 不过,霍文西并没有觉得进入了绝境, 在他眼里,有威才有机,一切还有扭转的机会。 他让谢霆锋暂时停掉了演艺事业, 而自己则一直在寻找让对方合适付出的时机。 沉浸了大半年之后, 谢霆锋推出了自己首部写真集试水, 出乎意料的是,一下子就大卖了50万本。 有了这颗定心丸,霍文西的内心才如释重负, 没过多久,便安排谢霆锋正式付出了。 随后的时间里,无论是大危机还是小危机, 霍文西都一一陪伴谢霆锋挺了过去。 譬如艳照门事件里, 霍文西让谢霆锋站在老公的角度去维护自己的家庭。 谢霆锋照做后,好男人的人设深入人心。 又譬如风之离婚事件, 当时张博之公开撕逼谢霆锋,为人虚伪不顾家。 这个时候,如果双双来回撕逼, 只会两败俱伤,还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。 在霍文西的指导下,谢霆锋非常有风度地回导, 本人深深感谢博之在这五年来的付出, 并衷心寄予祝福。 一句简短的话,平息了一切, 保住了大家最后的体面。 当然,这仅仅是发生在谢霆锋这个艺人身上的事, 其他的还有很多。 就这样,霍文西一步步地成为了英皇娱乐艺人管理部和唱片部的总监, 手上所掌管的艺人多达50人, 成为真正的金牌经纪人。 时机一眨眼,去到2011年, 此时的香港娱乐圈已经隐约出现颓势, 而内娱则开始崛起。 目光有远见的霍文西, 这时向公司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, 我去北京当开荒牛吧。 大家也知道, 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做事业, 这意味着一切都要重头开始。 这还没算, 语言、饮食、天气差异等不同的挑战。 不过,人生地不熟的霍文西, 居然都一一挺过去了。 短短几年时间, 就凭借《十二道风味》这档综艺, 打开了内地局面, 还让大众看到不一样的谢霆锋。 此后还带领了绒子儿、 TWINS等人, 参与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再次翻红。 如果没有她的提前布局, 或许一切都没有那么顺利。 不过, 文章开头也说过, 女强人的爱情总是充满坎坷。 这么多年来, 霍文西的感情沉迷, 大家都十分好奇, 究竟谁才配得上这位女强人时, 她突然对外界公布, 各位, 我已经当妈了, 有了这个宝贝女儿, 我的生命更加完整了。 女儿其实是她和内地富豪贺丹青分手后, 才发现怀上的。 而谢霆锋说, 生下来, 我会养你们一辈子。 经过深思熟虑, 她觉得自己就算当一位丹青妈妈, 也能给女儿最好的。 果然, 女人财务自由, 就是有底气。 于是乎和老板杨寿成, 请了半年假后, 跑到美国, 生下了女儿Hennie。 转眼间已经过了11年, 从俩人的合照就能看得出, 母女间的感情十分要好。 从霍文西身上, 我们看到很多身份, 金牌经纪人, 制片人, 单亲妈妈, 陪伴谢霆锋醉酒的女人等等。 这些词语, 仅仅一个都很难做到, 更何况全部。 这世间, 从来没有贫困而来的成绩, 只有一分一毫的努力。 倘若此时的你正处于低谷期, 希望霍文西的故事, 能够名利到你重新振作。